現在我們拍一條影片 看看怎樣用LumiSpa 我們的手機就有這個頭 這個頭就這樣拆出來 我們可以先按這個頭 我會弄濕它一點點 接著這裡再加一個Gel 這個就是洗臉Gel 爸爸我要加 這個就是小模特兒Case 夠了嗎 差不多了 不要這樣 加這麼多 加這麼多就可以了 然後就好像洗臉一樣 洗濕臉 我現在就用這個去弄濕臉 這個同時間都可以弄濕 然後我們就把它塗在臉上 如果你那天有化妝 你可以加多一點點 如果這樣洗臉 大概裡面的源頭就夠了 這裡裡面只有一個按鈕 按著它 通常我會在這個位置放一陣 因為這個是一個開垃圾桶的穴位 開垃圾桶 這樣拉過來 在旁邊的耳朵可以做一陣 因為這個位置都是穴位 這個穴位其實做了也有保健和舒服的效果 你看到它剛才突然停一停 可能我太大力或者太快都會這樣 同時間做在耳朵後面這裡 你可以快手一點 你看到它剛才突然過了30秒 你可以做其他部位 你多做這些動作的時候 其實你臉就會有提拉的效果 臉就會V了上去 門會不用太多 這裡有些人有個虎紋 虎紋比較深的時候就可以這樣做 我太快了 接著可以做鼻歌 鼻歌很多時候有黑頭 黑頭有時候很難清 但如果你用Lumi Spa做幾次之後 你會發覺黑頭都會清了 你可以這樣做一下 然後上去額頭 你看到它臉上有很多泡泡 這樣就為之對 因為如果太少泡泡 其實它是發揮不到Clancing Gel的作用 眼睛就不要直接做下去 眼睛我們建議 我自己會怎樣做 就是做完之後 再把Gel撥下去 然後就抹掉它 妹妹你弄到這邊了 這邊也是這樣 這邊可以快做 熟了之後就可以快手一點 你可以每一個動作可以 說五、六下 對了剛剛 妹妹這裡 其實我們可以做頸紋 還有如果有時候 你可能覺得 有一點喉嚨嚼嚼 又不是很舒服 其實這些都是一些淋巴位 這樣做下去 其實都可以通過淋巴 妹妹舒不舒服 通過淋巴 你會發覺你會好得快一點 現在其實它兩分鐘就完了 我們再很快和妹妹洗臉 等一會 好 其實小朋友做 都可以幫他 有些黑頭粉刺 都可以清潔到 特別是妹妹現在很小 但哥哥可能可能十歲 都已經開始有些 即是臉有很多粒粒 那些都可以做到的 我們大人做的好處就是 其實去同時間洗之餘 他可以幫你 收細毛孔 和減探細紋 現在幫妹妹洗臉 之後就這樣洗臉就可以了 其實整個機器都防水的 如果你想拿進廁所裏面做 即是一邊沖住人一邊做 都OK 沒問題 最重要之後 就抹乾淨這個位置 然後放回去充電就可以了 妹妹你覺得舒不舒服 爸爸 我要毛巾 你要毛巾 你的額頭還沒洗完 這裡留意一個按鈕 其實你看到會有燈 開著的 當它這個燈 變成橙色的意思 就即是告訴你 它快要充電了 你就放回去充電 不然不需要慢慢充電 你拿回來之後 可以用一次 然後才充電 充電 充電一晚 我平均有時候用到 說幾天了 如果你中間 在用這個 叫Lumi Spa 有什麼問題 都可以找我 這個渡頭 然後怎樣洗呢 就是這樣拆了出來 千萬不要扭 扭它就會爛 就這樣撕出來 然後放在水裡 沖了它就可以了 這個也可以 放在水裡沖一下 平時放在水裡 它就會乾 這個好處就是 因為它不是毛刷 所以它不會織一些菌 這個是醫學用的矽膠 也不用怕傷皮膚 好了 妹妹 洗完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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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舒不舒服 洗完臉 舒不舒服 好 那你說再見 為什麼你洗完臉 頭這麼搞笑 好 拜拜